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吧我们大家好呀 上一期视频咱们聊了聊 古时候欧洲流行的毒药 和绝命毒师洛库斯塔 那么今天咱们就把时间拉近 看看来到中世纪前后 两大权贵家族是如何把下毒玩出花的 说到欧洲中世纪的毒药 可能就会有保尔说了 嗨 这还下啥毒啊 把医生叫来不就得了 虽然中世纪神医是个梗 但也确实在医治的过程中 病人吧 没少中毒 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说过 中世纪的卫生条件有多差 那时的人们特别容易食物中毒 医生们对于疾病的知识又不完善 手上吧也没个把门的 在治疗食物中毒的过程中 很难把控药量 一不小心就毒上加毒 让原本轻微的食物中毒 无意中变成了投毒 当时对毒药的传言也很多 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 在肩蛋中参入牛血 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 像还有传言说 如果一个女人在丈夫的食物中 低几滴她的精血 那么这个男人就会在几天之内 遭受极大的痛苦最后死去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是属于月经污名化的表现 不过蓄意下毒 在那个时候确实非常常见 考古学家曾经在保加利亚的 一座中世纪城堡遗址内 发现了一枚青铜戒指 这个戒指的侧边有一个小孔洞 人们猜测很有可能是用来藏毒 投毒的 平时戴在小纸上 小洞被无名指挡住 需要投毒的时候 只用轻轻转动戒指再一抖 一起投毒事件就轻松完成了 当时有钱人还会雇佣专门的试毒员 每次吃饭前都先让别人 帮自己试一遍有没有毒 才敢放心下口 用毒杀人这事吧 在中世纪的皇室和大家族中 更为普遍 毕竟普通老百姓活着都不容易了 人与人之间一般来说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深仇大恨 又说到中世纪的毒药 除了什么颠茄啦 毒铁山啦 以及一些有毒的昆虫 和蝉橱腾动物之外 那是毒药界的头把交椅 还得是身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披霜的原料 不过身当时 也是被当作一种 可以治愈疾病的神药 比如说哪里受伤了 就用寒生的药物涂一涂了 哼哼 反正伤口和我是必须走一个的 身也会被当作毒老鼠的药来售卖 甚至很多人为了美 往身上涂大量寒生的化妆品 总之啊 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 一切能立竿见影的东西 都会被人们封为神药 说回身谋杀 身通常被称为毒中之王 用身毒杀 可是中世纪谋杀的首选手法 因为它无嗅无味 非常容易获得 而且毒起人来非常高效 中毒后可能会产生 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长期接住会导致皮肤变厚 变黑 心脏病以及癌症 过量摄入就会直接导致死亡 由于身中毒的症状 和当时流行的像是 霍乱等疾病比较相似 因此中毒后往往很难被发现 15世纪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一名纺织工人 因为长期失业导致丧病失致 去毒老鼠 结果他把身偷偷投入了家里的 糖 盐 肉汤 锅里等等 甚至还直接倒入了井里 总之一切能入口的东西 都被他投了毒 最终导致自己的女儿和岳母 相继中毒身亡 妻子 女婿 孩子以及女仆 也因此中毒得了重病 但这只是当时众多的投毒案之一 要说轰动世人的 那还得是当时的波吉亚家族 这个家族吧 关系网十分混乱 他们发距于西班牙瓦伦西亚 15-16世纪在意大利有着极高的权威 甚至有人把他们比作 意大利最初的犯罪家族 前后一共出了两位教皇 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三世 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六世的统治期间 这个家族涉嫌通奸乱伦 盗窃 贿赂 谋杀 尤其是毒杀 颇为著名 可以说这个家族真是buff点满 无多俱全 人均SSR水平 由于关于波吉亚家族的故事太过复杂 咱们今天就只潜聊一下 他们在下毒方面的业绩 波吉亚家族许多成员都是下毒高手 对毒理学颇有研究 当时由于家族声名显赫 同时也是臭名昭著 自然有许多政治对手和仇家 凡是被波吉亚家族盯上的人 通常都会收到参加晚宴派对的邀请 波吉亚家族的人会在晚宴中的食物下毒 这种毒就是传说中由深制成的化合物 波吉亚家族的家传毒药 坎特雷拉 说起这个坎特雷拉 传说中它的制作方法可以说是十分下饭了 据说波吉亚家族在制作坎特雷拉的时候 会给猪喂高剂量的生 接着把猪倒掉起来 收集中毒的猪嘴边吐出的泡沫以制毒 也有一种说法是 坎特雷拉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 意思是斑毛或者西班牙苍蝇 斑毛分泌的斑毛素 小剂量可以作为春药使用 而大剂量则会使人中毒 因此人们猜测 坎特雷拉也可能是加入了斑毛的毒素 还有另外一种传言是 波吉亚家族在制作毒药时 会先给猪开糖 把内脏啥的都扯出来 接着用披霜把内脏腌制入味 发酵一段时间后 再从这些半腐烂的内脏中 挤出汁液制成坎特雷拉 总之虽说身本身无嗅无味 但据说坎特雷拉的味道 属实是不好闻 只是由于当时的食物用的调料 本来味道也非常重 因此很难吃出异常 葡萄酒中也自然是会被下毒的 虽然可能酒的味道因此改变了 但波吉亚家族的人吧 他会不停的劝酒 让被邀请来的客人 碍于对方的威严也不好不喝 结果就是 参加过波吉亚家族晚宴的人 几乎无一幸免 回到家就会一病不起 出现身体虚弱 神经错乱 欧乎脱腹泻等症状 这些症状 都能和当时的十几种流行疾病对应起来 因此真的很难指控 是波吉亚家族下毒害人 波吉亚家族不但用这种方式 除掉了许多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 还借此机会 实验出了许多新毒药的组合 不但如此 他们还会将被害者的财产据为己有 靠着一系列祖传的手艺 当然投毒只是其中一个手段 波吉亚家族很快就 积身于意大利最富和最有权势的阶层 家族中第二位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 在1503年死于一种疾病 人们普遍认为是瘧疾 但是前面不是说了吗 中了咱们波吉亚家族的坎特雷拉 症状就和当时流行的那些病差不多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儿子切萨雷 意外地服用了坎特雷拉 结果导致亚历山大六世直接去世 他的儿子则在一匹马的尸体中康复了 听起来虽然是很离谱 但是当时一名意大利医生 罗姆·莫丘利尔表示 他知道一个古老的传说 那就是进入死去的动物身体里可以解毒 当然了这些就当故事听听好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确定 亚历山大六世到底是死于瘧疾 还是真的被自己家的祖传毒药给误杀了 除了在饭菜里下毒 波吉亚成员还会把毒下在 衣服手套书本鲜花之类的日常用品中 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 卢克雷奇亚·波吉亚 也以结果三次婚 和兄弟还有父亲乱伦 山鱼下毒等传言闻名于世 据说他有一枚中空的戒指 平时随时随地用来给别人的饭菜和饮品中下毒 只是这些关于他的谣言也没有历史依据 从历史角度来看 他更像是通过与显赫的家族结婚 做一个帮父亲和兄弟鼓舞政权的工具 大部分谣言也都是波吉亚家族的对手们散播的 那么说到波吉亚家族的对家 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另一个毒药家族 美帝奇家族 美帝奇家族15至18世纪 也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之一 美帝奇家族以银行起家 美帝奇银行是当时欧洲影响力最大的银行之一 随着势力逐渐庞大 美帝奇家族也逐渐集成上流社会 要说这个家族啊 对毒药的热爱那必不比波吉亚家族少多少 据说他们在意大利的北部帕多瓦 拥有一个有毒植物园 顾名思义 里面的植物大多都有毒 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公爵夫人 简薄熙就根据这个传说 真的在2005年建造了一座有毒的植物园 收回美帝奇的家族成员 和毒药最为相关 最出名的应该是凯瑟琳德·美帝奇 他在1547年带了一整对侍从 前往法国与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结婚 侍从中就有私人调香师和占心师 这两种职业 在当时基本属于制毒师的屁屁小号了 据说凯瑟琳一到法国 当地就莫名开始出现神秘的疾病和死亡事件 他还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女巫 因为在他和亨利二世结婚的前十年 一个孩子都没有 当时人们对于女巫的定义 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孕不育 当然我们都知道 女巫压根就是那时的人们 为了污名化女性而想出来的名头 对于女巫感兴趣的保友们 可以看看我之前做的这期视频 总之啊 他们的印象可以说是十分的差劲 他被指控派人向自己的丈夫 亨利二世的哥哥的水中偷毒 导致亨利二世的哥哥 弗朗索瓦喝完水以后当朝去世 在凯瑟琳成为法国的王太后之后 又被指控毒杀了当时与他宗教信仰有冲突的 纳瓦拉王国女王胡安娜三世 怎么个毒杀法呢 据说是让他自己最喜爱的制毒者瑞尼 制作了一副涂满了蝉除毒的手套 卖给了胡安娜三世 这个蝉除毒的制作过程 和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坎特雷拉差不多 先给蝉除为大量的披霜 再等蝉除被从里到外的腌制入味之后 用蒸馏法萃取蝉除体内的汁液 最终制成了毒性剧烈的蝉除毒 当然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凯瑟琳的那种厌恶 这些传言很大程度上都可能只是谣言 与毒药有不解之源的还有另一位美帝奇家族成员 那就是教皇利奥十世 虽然利奥十世出身美帝奇家族 药钱有钱药权有权 但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患有严重的钢漏 这件事情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因为钢漏导致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恶臭 他的政敌就抓转了这一点 知道他每隔几天就需要进行一次治疗 就打算往他要敷在菊花上的绷带上下毒 想从局部将其干掉 不过最后被利奥十世提前识破了 就没能得逞 说回中世纪的其他毒杀故事 12世纪的罗沙蒙德也是个惨遭毒害的例子 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风流成性还很霸道 他的王后艾利诺是从路易七世手中抢过来的 全国上下到处都有他的情妇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古盼的夏宇泽吗 本来艾利诺作为王后 对亨利二世这种海王行为一直都很宽容 直到她快50岁的时候终于忍不了了 在沉默中奋起爆发 那时亨利二世又有了一个新的情妇 一位男爵的女儿 传说中12世纪的绝色美人罗沙蒙德 亨利二世对罗沙蒙德可以说是爱的深沉 甚至连生活作风都得到了改善 这就让比亨利二世大了10岁 此时觉得自己已经年老色衰的皇后艾利诺度火攻心 一心想着怎么除掉罗沙蒙德 在中世纪那会儿通奸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即使你是国王也不行 罗沙蒙德因此遭受了许多嘲讽和攻击 最后据说是亨利二世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 名为迷宫的庄园 想让罗沙蒙德在里面过与世无争的生活 但这座庄园最后被皇后艾利诺发现了 他趁亨利二世在外打仗时 偷走了地图并潜入了庄园 威胁罗沙蒙德 要么选匕首 要么选毒药 反正今天你必须死在这 最后罗沙蒙德选择服毒自尽 这个故事也在后来成为了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题材被广为流传 不过还是那句话 真实性吧 有待考究 因为据说罗沙蒙德去世那会儿 艾利诺皇后正因为自己儿子的叛变行动而遭到软禁 所以说不太可能出来毒杀罗沙蒙德 在中世纪 毒药不但能用来杀人 还经常被甩锅给那些弱势群体 比如黑死病在14世纪肆虐欧洲的时候 犹太人就被污蔑在水里投毒 才导致人们死亡 14世纪早期法国西南部的麻风病人 也被人污蔑通过往井里投毒来传播疾病 总之啊 只要把投毒这个帽子先扣上 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 弱势群体们根本是有口难辩 很难为自己洗脱罪名 毒药的故事贯穿了古今中外 下一期咱们就来聊聊 中国历史上的毒药和一些故事 救命 喜欢这期聊天的同事吧 好贵半丁的叮叮猫 关注我下期见